叔叔 你就把你女儿嫁给我吧 我会真心对的好的 爸 叫我给你说话呢 你爸你干嘛去 我上厕所 爸 哎呀 爸 小丽啊 是不是我哪句话没说对呢 你爸怎么不太高兴呢 他也没事他就那样平时也难受 你乖起来去啊 对了小丽 我给你爸买了一份礼物 你不知道你爸能不能喜欢 哎呀你别着急是你买的超多么喜欢 你等着你等着我你倒杯茶喝啊 你别着急没事啊 我想想这老爷子脾气这么不外 我买的东西能不能享受 对我得看看 妈呀 这越来越坏了吗 哎呀妈 是不当我事了吗 不行 我赶紧得打电话 让他会换一份心里过来 喂 中山路玉米店吗 啊 我是刚才在你那买月饼买了一盒这个 我告诉你我来投诉你 你我刚才买的月饼是会的 让你老板接电话 什么老板不在 把他电话号码告诉我 赶快 啊 好 喂 您好哪位 你是中山路玉米店的老板吗 对是我 我要投诉你 我刚才在你家买了个月饼是高级礼盒 我回去一看 那个月饼是坏的 哎呀好 那个 真对不起啊 用不着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就完了吗 赶紧给我换一份心的过来 听见没 不是 我是确定一下 我们从来的店没发生这种事 您确定是坏了吗 不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啊 我能讹你吗 多大的事啊 多少钱的事啊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月饼你可不可以当我大事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这么说 我就上网上查你家的弟子 我上你家门口 我天天做个蛋糕 我打你家玻璃 你信不信 那个 您前往别上我家来啊 真对不起啊 你赶快给我个解释 那什么 这月饼怎么可能坏你 肯定不是生产方面这事 是不是哥时间长了 不可能啊 解释 解释是不是 解释就是演示 找借口是一种最差劲的行为 你知不知道 对不起对不起 你帮我多说 我现在等你结果 我现在等你结果 那天要 怎么事 不可能 叔 你还是把你女儿嫁给我吧 嫁啥 嫁嫁嫁嫁 小伟啊 你太别有礼貌了啊 咋的了 你说你和小丽出对一下 你跟我打过招呼吗 啊 别丑要结婚了 你来看我来了 是不是没拿东西 啊 我倒不看这口吃的 事不是什么事 不是说 我扶贴了 别明白 别解释 我解释就是演示 那是 找借口是最伤劲的行为 他们感觉说这句话是我输的呢 叔 你别生气 你放心 你等我一会儿啊 喂 您好 我好什么好 我能好吗 我告诉你 我是刚才给你打电话 我投诉那个人 您别生气啊 我能不生气吗 你当我大事的 你知不知道 有你们这么做满卖 这么满卖的吗 我告诉你 你这么做满卖 你挣黑心钱 就你有儿子 你一辈子娶不上媳妇 就是你有女儿的话 你一辈子嫁不上去 你满家 你信不信 你别生气啊 你别着急啊 你着急 我能不着急吗 我都急上网了 我干啥不了急 你能当我个大事 我是干啥 我是上我女朋友家 我出门来了 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说 我这女朋友黄 我是你家 我说你要你有女儿 我拿你给我丁啊 你是不是 我叫你 瞎一瞎 挖了挖了挖了 你瞎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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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您在吗 让您久等了 久等了 就刚才约会给你打电话 我愿意给你凑骂了一队 对不起啊 你用完我说对不起 你赶紧的 把月饼我换份新的 你给我送到河北小区 河北小区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河北小区 有个花瓷子的 还有个什么 加多宝那个牌子 你给我送到那点就行 哎呀 好 离我这太近了 我马上就过去啊 赶快 您先别料 快点 哎呀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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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吗 我在呀 我到了 你坐火箭去的 啊 走 你玩谁呢 你是不是忽悠我呢 啊 不不不不 我现在没忽悠你 我真到了 你到哪了吧 我到这个花瓷的地方了 你有什么标志 右手拿个变化 左手定个月饼盒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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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干啥呢 嗯 快来做 来 没事 你怎么了 你尝尝 这一块月饼是咱家新出炉的 可好吃了 我哪有心吃月饼 哎呀 你做什么事了 你尝尝 哎呀 你看你尝尝好吃 这月饼不坏的吗 你傻呀 坏的我能给你试吗 不是 你看 那都长毛了 这这样 这不是 长毛 这叫翻毛月饼 不是 这不是坏的 不是坏的 这长得呀 当然不是坏的了 你有意见呢 不是 说 这没没没 没眼 没没 没没 张伟雅 哎 你赶紧回去吧 嗯 我接到了个投诉 今天没有事说你们这回事 赶紧来说吧 爸你这是好吗 有啥不好的 咱们店名声最重要吗 哎呀 我得查查来电显示 我得给你回个电话呀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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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我是月饼店的老板 刚才我给您送月饼 您没过来取呀 我想向您当面道个歉 啊 没事的 没事 没事的是怎么回事啊 不 不怎么回事 这就是 我一洗一口 你把这不大个事 你就不用道歉 别这样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你还是过来吧 我当面您先道歉好不好 我说这真的不用了 这真不用 真不用 完了 咋了吧 我给您送月饼 他没过来取 现在说用呗 没事的 肯定是有事的 他说没事了 肯定是有事的 哎呀 我这妈呀 这可怎么整你们 小伟 你怎么老上脉都干啥 你进来 爸都让你投诉了 你帮忙解释一下 快来 把这事处理处理 一老上来 爸 爸 你让小伟帮帮忙吧 这事能帮不上吗 叔 原先我到处理过 这投诉的事 我试试 那太好了 小丽 你让咱咱乐领过不过去 小伟 来来来 你好好说 好 道道歉 谢谢 陪着你 行吗 叔你就交给我吧 喂 下面有我接听你的电话 您说 好 您说完了吗 您听我说几句 如果是我们店的 月饼质量真出现了问题 我们可以赔偿您 但是你要听好 没有证据 不要跟我说话 你经过检测了吗 你有结果吗 叔啊 太平了 咋说的 他说给他道歉 哎呀妈呀 给咱们道歉 哎呀道歉说的 他说哭着给咱们道歉 小伟啊 刚才你语气有点重了 来 不长 说 不长 你听我说 不长 小伟啊 咱们不能得理不咬人的 不长 我跟他说 你听我干什么 喂 您在吗 四九九七好了 好了 早晚了 我对不起你啊 你怎么还 我不该投出你啊 你白跑了一趟啊 您别哭了好不好 我是真心的忏悔呀 您别哭了好不好 你原谅我呀 都是我的错呀 别哭了 别哭了 小伟啊 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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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 你打着手 你劝劝他 别再哭了 是不是要哭得 我的心都难受了 是 是 是 好好说 喂 别哭了 哭啥哭啊 我们都说原谅你了嘛 对不 以后就别犯这种错误 就完了 我跟你说 我们老板 那是个高尚的人 他可不是说 就跟你说 没了没了的人 知道吗 我们老板 肯定是可以有身份的人 你就以后记住这错误 就完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原谅你 对 说 停止哭泣 停止哭泣了 那我得跟他解释几句 不是 不是 他就有说什么故事 不是 解释几句 不是 说 你听我 你听我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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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吗 我在 不哭了 不哭了 哎呀 这我就放心了 你放心吧 叔啊 叔啊 叔 喂 不是 我 我可以关键你叫叔叔吗 哦 可以 可以 叔啊 刚才跟我打电话那个人不是你吧 哎 刚才跟你通话的人啊 是我姑娘的男朋友 这个事啊 前前后后都是他处理的 我还要感谢他呢 他这 他是你姑娘的男朋友啊 对 那你要感谢他的话 你就把你女儿嫁给他得了呗 这样的呗 我跟你说说 我跟你说 你要是有摊上这样的好姑爷的 那你就烧高奖吧 我就跟你这么说吧 那不是你家祖坟冒兴器啊 是你家祖坟爆炸的 你知不知道吧 你有这姑娘 我跟你说 你不是想你东西吧 我跟你说 这个人 他可不是一般的人 他是个时尚的人 是个高尚的人 是有个职业心理的人 他是一个什么人 是一个脱离的低级气味的这么一个人 他这个 我想问你 他究竟是不是人 你差异呢 亲 想看完整小品吗 不用东翻西着 你想看的小品都在这里 赵家班 德云社 开心麻花 迎有尽有 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加号 选择添加朋友 点击公众号 输入框输入 DBN788 关注金榜小品 每天精彩 不见不散